悠悠卡自2002年97到現在已經20年 台北市政府和悠悠卡公司是要請各改 到頂競選悠悠卡來當大人 經總統馬英雄 從台北市長喉嚨賓和現任 台北市長看問題三個月前後人市長是當代來做慶祝 悠悠卡對一張交通卡變成現在可以買東西的支付卡 未來的貼向服務客 給人身錄點和檢討影響來努力 悠悠卡上七回半二十年 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軍家悠悠卡公司要請各改到頂競選悠悠卡等大人 經總統馬英雄 從台北市長進來推行悠悠卡 在郝龍賓市長進來開去現金支付公寧 現在國民地市長的悠悠卡已經可以在日本沃淫娃來消費 悠悠卡的公寧是落入環境 2004、2005、2006三年 台北市在這個機構的評比裡面是世界第一名 連續三年 這個卡片增加我們市民生活上很多的方便 我相信各位手上都有一張 所以在我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很重要的政見之一 我就是要把悠悠卡變成生活卡 變成小額現金支付的現金卡 電子支付、電子轉帳 已經是非常稀鬆平常的事情了 可是當時悠悠卡可以講 到現在為止都是全台最大的一個電子標準 馬英雄表示 剛開始營告香港褐雜巴達通 後來變成香港來褐雜台北悠悠卡給他很感動 郝龍賓臨來是努力讓悠悠卡變成成生活卡 在悠悠卡十歲時已完成了這個任務 現在全台灣2300多萬人 稍微出了一個多點的卡片 那今年悠悠卡二十歲了 二十歲在見證整個台灣科技的進步 那最早只是搭捷運 後來就可以開始擴展到其他的交通工具 快變小的資金 那後來在悠悠卡上面開始發展悠悠悠悠卡 悠悠悠卡對我們台北市政府來講 連那個點名都給悠悠 因為那個點名逼一下 他已經是變成台北市市民生活內部 因為現在每個人身上不是一張悠悠卡 大概我剛才馬總統在講說 他離開的時候是670萬張 那現在已經超過一張 就表示說我們這樣算起來 每一個台灣人平均身上有四張悠悠卡 悠悠卡二十歲慶幸記者會點名 明德恩衛德順 在明製作點陳玉琳都來了 悠悠卡當輸定陳廷盧就說 期待悠悠卡強制專台館 想有第四個無現金買台 希望悠悠卡抓到每一位客戶 開機另外一段影響的檢討理領 記者提告共台北 彩虹報道